嗨 我是Carrie 今天要來帶你看一下 Hilafi滑雪場剛開季 長什麼樣子呢 看一下這一集的畫面 那我想跟你分享說 為什麼通常我們都 每次開季的時候都不來Hilafi滑雪場 是因為通常呢 它都只有開放最上面的那一端 你整趟要滑下來的時候不能滑下來 因為雪還不夠 你應該看得到我後面都是草吧 你滑完上面之後你要再坐纜車下來 這個纜車其實是我最討厭坐的纜車 因為每次它這個纜車就沒有蓋子啊 然後風釀一直吹 尤其到山上的地方的時候就是很冷 加上能滑的那一段在上面就是蠻短的 所以每次剛開季的時候都比較不會來這個滑雪場 那我想說今天就帶你看一下 剛開季的Hilafi滑雪場長什麼樣子 應該也蠻多人好奇的吧 因為我相信就是你們如果來旅遊的話 應該都是季中啊 就是或是旺季 High Season的時候過來 應該很少人一開季就會過來吧對不對 溫度計出現啦 溫度計出現啦 現在的溫度大概是-5度左右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要坐前面這個纜車 它是Ace Perleaf No.3 然後你看旁邊這全部都是封起來的 所以呢 基本上只有上面這一塊可以滑 順便給你看一下我平常怎麼坐這個纜車 有沒有看到我的手剛剛稍微這樣壓一下椅子的動作 那纜車就不會直接打到你的 不會直接打到你的膝蓋 有些像紐西蘭其實有些纜車都是 動的比較快 你有時候遇到動的比較快的纜車 你就可以用我剛剛的方式 就是先回頭準備 看椅子來的方向 然後用手稍微壓一下椅子 不要讓它直接敲你的膝蓋 然後如果你是上來這邊 你是一個比較初級的人的話 你是比較初學的話呢 你就是滑左邊這一道就好了 會稍微比較平一點 好那我們就出發囉 給你看一下 我的自拍感很重其實 所以有時候真的很難穩定 一直滑到底 請見諒 然後季出的時候雪礦都比較不穩定啊 我比較不建議一直衝到那些 就是會朝裡面去滑Powder 因為有時候Powder都是假的 就是底下還是有很多石頭樹枝 那如果你很愛你的板子的話呢 板子的板底很可能就會被刮傷 所以我覺得想要滑Powder 先不要急 可以等降雪量更豐厚一點的時候呢 再滑會比較好 OK 回到溫度季啊 然後我覺得很多人剛開季都會擔心說 自己會不會忘記怎麼滑雪啊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反正你一開始一定會稍微生疏一點點 但是肌肉真的有記憶 你大概滑個 你不要說兩個小時三個小時 你滑個半天呢 你的記憶一定會回來 因為你曾經會的東西不可能忘記 不可能完全忘記 只是你需要一點時間去熟悉它 當然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為什麼熟悉的時間要花這麼長呢 因為每一次的雪礦不一樣 可能你上一次來滑的時候 雪礦是綿綿的啊 那個時候你做什麼動作 都覺得很順暢很正確 那可能這一次來的時候 可能雪不夠或是雪地比較硬一點 那你就覺得怎麼會打回原型呢 怎麼完全跟初雪者一樣呢 那其實這個狀況是很常見的 所以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你腳本來就要重新適應 不一樣的雪地 不一樣的觸感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就是不要急 然後千萬不要氣糧 這個纜車下來往右轉的地方呢 就是有這個鈴鐺的地方 然後這一間紅色的小屋啊 它是賣茶的 賣一些熱飲的小屋 所以如果你有時候在這邊滑雪 滑到很冷的話 可以來這邊喝個茶 好高喔 好 欸 看得到後面有一坨雲嗎 其實今天的天氣滿不穩定的 剛剛視野很差 現在雲好像散開了耶 然後你可以一直看我後面啊 還蠻多草的 還沒有完全覆蓋 哇 視野快點很好耶 我看得到不會每一個扇樓 这边是右边追到啦 回到温度计了 好 现在是骑大乌的状况 我们要 我要下山了 那跟你说 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时候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拖板子 拖板子坐 坐缆车下山 哇 看不到路 你看 好 拖板 这个就是我们祭出要滑替拉夫山 要下山的方法 那 你会想说 为什么上面可以滑 下面为什么就不能滑呢 因为通常是山顶的雪会积的比较多 那他们才有办法整理那个滑道 那下面的雪通常会不太够 压雪肌一压过的话 那个雪很快就会被压扁 然后土就会再露出来 因为雪不够 所以下面比较是没有办法整理的状态 你看像现在这下面 都很快就可以看到草 就是你肉眼都看得到草的情况之下呢 压雪车很难开过去把它压平 因为压平土就直接露出来 你懂我意思吧 然后这个缆车又很长 这样子很慢 云上了 羊蹄山出现了 我要下山才出现 你知道Niseco这个地方就是 经常阴晴不定的 像刚刚就突然看不到路 现在又突然 风把云吹走啊 我们就又看得到路了 如果你有很严重的聚高症的话 这个缆车要坐下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不太舒服哦 好 好的我要回家了 这就是希拉湖寄处的样子 给你看一下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再次的跟 雪衣的厂商们 真心的呐喊 Carrie需要你的赞助 需要你来丰富我每一支影片 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钱买雪衣了 没有啦 其实我也还蛮希望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产品很好的话 那我也蛮希望 可以推荐更多不同的 雪衣品牌给我的观众们 顺便我自己也想知道啊 对不对 下次再带你去别的雪场逛 好啦那我要回家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咯 看看背后的羊蹄山跟你说拜拜 下次见